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玛雅驱赶游客的车辆的视频 当时因为玛雅的孩子在旁边 他有这种护载的心理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虽然说游客不会对他的孩子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来源于母亲的这种对孩子的保护的本能 让他非常焦躁 所以他驱赶了游客 玛雅是塔多巴的一个明星词虎 大家可能都看过玛雅捕捉水牛 还有其他的 玛雅他身手非常矫健 是一个明星词虎身材也很好 而且他是虎王马卡苏的老婆 马卡苏我相信前段时间 大家都看了他和懒兄打架的那个视频 可能对于虎王他的这个称号有一点点 因为那件事好像看上去不那么完美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下视频吧 玛雅这只虎呢 他的脾气本身并不坏 也没那么暴躁 我们为什么说玛雅是一个明星虎 第一个是他的曝光度很高 第二个呢 是他身材很匀称 各方面身体条件不错 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 他好像真的像人类的明星一样 就是游客给他拍照什么的 他就会摆不停的pose 然后好像就会很享受 被很多游客 大家一起围观他的那种 做明星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这是在平时 如果就是说像现在玛雅 他有孩子在旁边的话 有这种女性的母性的本能的话呢 他还是会 其他的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